What's up dog? 这个个人问题,那个龙门石窟什么的,我准备没有看得太尽兴,我准备过个几年以后再去一趟,每个地方隔个五六年四五年,其实就是revisit,再回顾一下,其实也是比较有意义,所以说河南,现在你如果去河南,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叫只有河南, 河南,戏剧换成,我查了查,是什么建业集团,狂砸六十个亿,造成做的一个大型的沉浸式演出的,或者小剧场在里面,一个怎么说呢,电影城吧,不知道具体怎么说,就是一个,票价好像是差不多290块钱,应该是你可以去两天,先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值不值,我觉得非常值, 这个,就是300块钱吧,不白花,我现在说它的值的地方,我再说一说,我感觉到哪些地方,差一点,先说一说,怎么值法,它所有,几个,其中有几个非常大型的剧场里面的演出, 这个,它的,从布景到生肖,到这个演出,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在美国这边,算是,还有晚上一些灯光秀,灯光秀,灯光秀,在美国这边,灯光比较厉害的,其实就是Las Vegas这边,暂时呢,Las Vegas那些,跟这个没法,没法相比, 还有,Las Vegas里面也有一些show,也有一些show,比如什么上空show,什么这个show,那个show,我也看过,没有,可以和这个,戏剧换成里面的这些,这个,我所说的是大型的这个show,演出里面,可以相比的, 这舞台,华丽,非常的震撼,音响,所有的,还有这个,这个演员的,舞蹈,这些表演,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震撼,难以用,言语形容,难以形容,如果你看过,Las Vegas,一些show,你觉得是比较,这种,这种大型的show的话,你说,这个真棒啊,我再告诉你,这个,比它要强很多,就是,没有见过的,没有见过的, 据说现在,Vegas,好像有一个新的show,我老哥跟我争执,肯定比这好,我也没看过,但是呢,除去这个新的,我没看过,手之外,其他的,我告诉你,和这个,戏剧换成的这个,效果,这个,这种场面,大型的这种场面,没法相比,所以说呢,你想要开开眼的话呢,看一看,非常值,这个,你可以两天,还有呢,就是说,它所用的灯光,它所用的灯光,它有室内的, 就不说了,不仅是音效啊,它室外,尤其到晚上啊,有很多的灯光兽,还有一个室外的演出,也非常的棒啊,也非常的棒啊,所以说呢, 一般来说呢,你整天,两整天啊,从早到晚啊,你不止好了,你头一天啊,你只看,主要看,主要看这个,白天的这些,还有剧场的演出, 晚上呢,你腾出来一天啊,待到晚上一天,应该到九点左右啊,就结束了差不多,或者十点就结束了啊,天黑下来的开始,现在夏天,天比较长了, 哎,那个啊,你要看下来,所以说呢,两天基本上啊,差不多啊,都能看下来啊,看照,看照,按照人员的排队情况啊,比较紧, 但是呢,有几个啊,在这个,呃,小剧场啊,我比较推荐的,有个是那个,学校啊,这叫什么学校来着,呃,就是, 红庙学校好像什么啊,那个不错啊,那个不错啊,呃,还有呢,就是这个,在几个剧场里面,什么李家村剧场啊,火车, 站剧场啊,还有这个,换乘剧场啊,这几个都是非常大型的啊, 啊,千万不要错过这几个啊,这个,这个,声效,舞台的不景,灯光,音乐,呃,这个,这个舞台设计, 演员的演出,服饰各个方面啊,各种方面,各个方面啊,非常的震撼,非常震撼,非常棒啊,视觉效果, 呃,不管视觉效果,还是这个声音效果啊,太棒了啊,还说啊,难以形容啊,难以形容,呃, 呃,还有啊,就是说这个小剧场方面啊,小剧场方面啊,呃,就是随机啊,你看,你看哪个主题比较感兴趣啊, 你可以看一看,呃,呃,对我来讲啊,这个戏剧幻成啊,我觉得,呃,我不太感冒的地方啊,呃,是他这个很多的, 差不多吧,百分之九十啊,他的主题啊,其实是一个回到过去啊,回到过去的,什么,什么圣唐时代啊, 或者以前的这种,这种,这种繁荣盛世啊,这个是一个主题,所以说呢,他很多的,呃,很多的这个,这个,这个演出啊, 都是一个穿越,以穿越的形式啊,以穿越剧的形式啊,来表达,来演出的啊, 对我这个年纪的人呢,我对这个穿越剧本来就不太感兴趣啊, 所以说呢,你看过十个兽啊,十个兽,十个都是穿越性质啊, 有一些疲劳啊,有一些疲劳啊,呃,对于小孩来讲啊,年轻人, 如果你喜欢穿越剧,喜欢那种形式的话啊,我想,呃,这个不是什么问题啊, 像我儿子这年岁呢,呃,这个,他对穿越剧,我也不太感兴趣啊, 就是看了后来也说,哎,怎么又是穿越啊, 啊,出去对一点啊,出去对一点, 咱单说的,他的演出的效果,舞台效果啊, 和这些实际啊,所想要达到的效果, 给人的这些冲击力啊,视觉冲击力这些啊, number one啊,非常棒啊,在其他地方,我没有见过啊, 在其他地方我没有见过啊,还有就是说一说, 大家关心的啊,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情况啊, 他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卖浪餐厅啊, 啊,还有一个就是地坑院啊,地坑院好像基本上都是, 呃,都是餐厅在里面啊,说,所以说呢, 如果你进餐厅啊,我相信的花费应该稍微多一点啊, 我去的时候呢,我,我看了一下,观察了一下, 大部分人啊,都聚集在这个卖浪餐厅啊,用餐, 卖浪餐厅就是一个大的餐厅啊, 啊,里面都有空调,非常凉快啊, 嗯,里面有各种的饮食啊, style,有这么kfc,有中式, 乐式啊,日式啊,各种都有, 足够的选择,我们去了两天啊, 我们三顿饭啊,三顿饭都是在这个卖浪餐厅里面吃的啊, 你可以吃的根本不重样啊, 足够你,你吃四顿, 六顿啊,都可以吃到不重样的东西, 啊,价钱呢,价钱也不贵啊, 对我来讲价钱不贵啊, 我最喜欢吃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方中山的这个胡辣汤啊, 有人说这个这个胡辣汤够劲啊, 非常的辣啊, 我吃了三顿,我吃了三顿, 头一顿吃了不太辣, 那后两顿给我辣了, 辣出这个感觉辣神经被激起来了, 但是呢,料给的特别足啊, 特别足,然后就是它那饼, 哎呀,非常的过瘾啊, 我现在回来,一说我这就开始流口水啊, 哎,如果你喜欢那个味道足一点的方辣汤啊, 当时我跟那个车的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啊, 聊过,他推荐你说这个方中, 应该是方中山啊, 这个胡辣汤呢, 他本地人都觉得, 觉得啊, 这口有点口味有点重啊, 所以说呢, 你如果不太能吃辣的呢, 还是尽量啊, 避免这个, 或者说呢, 你去的人多的话呢, 两个人你分一碗啊, 不要一个人点一碗, 这碗也不小, 这么大碗啊, 里面这个肉什么也挺足, 所以说呢, 注意一点啊, 如果呢, 像我住的这个hotel啊, 它有是包早餐的啊, 他们那个胡辣汤啊, 我觉得就是味道啊, 正合适啊, 有有点辣味, 但是不是特别辣, 但是胡辣汤的味道啊, 也出来了啊, 这个不错, 你如果能在当地, 你想尝一尝去河南, 不吃胡辣汤啊, 是个遗憾, 所以说呢, 你如果, 你如果想尝一尝胡辣汤的话呢, 你又怕辣的话呢, 你去当地的其他的店啊, 找一找, 不要吃这个胖中山这个牌子, 这牌子非常的, 非常的重口味, 重口味, 还有什么, 还有啊, 就是说这个, 其他的啊, 有些卖饮料的地方啊, 其他的地方, 还有一些礼品店啊, 礼品店, 现在呢, 这个礼品店, 大多都是这个什么文创产品啊, 对我来讲, 还是啊, 这个审美观点不同啊, 我现在, 觉得他的文创产品, 你如果是, 想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形象, 什么东西呢, 这些, 他所有的产品呢, 中不中阳不阳啊, 混合了很多的西方因素, 所以说呢, 我注意了一下啊, 去这个戏剧换成的, 这个年轻人居多啊, 年轻人居多啊, 老年人比较少啊, 我也属于老年人啊, 所以说呢, 我是另类, anyway, 给你看两件这个, 从这个戏剧换成啊, 我儿子一块买的啊, 可能一块, 是盲盒啊, 什么叫盲盒呢, 盒告诉你, 这我就有12个图案啊, 你这个盒子上面啊, 你不能看, 在东西在, 这种东西在盒子里面装着啊, 你买的时候呢, 随便买啊, 随机, 你挑哪个, 算哪个, 打开看啊, 打开看, 所以说呢, 呃, 他当时看见有一个小美女, 荡秋千的, 想要那个啊, 他先买了一个盲盒, 买了一个呢, 最后, 最后出来呢, 是这个, 这是唯一的, 他英文有12款啊, 还有一个第13款, 是hidden one, 是secret, nobody knows, ok, nobody knows what it is, right, 这个呢, 就是唯一的里面, 所有都是女性图案啊, 就这一个是, 啊, 这是什么, 李白啊, 做得非常的细, 看, 啊, 但是我不太喜欢形象, 小孩, 年轻人也很喜欢啊, 你看这毛笔, 塑料, 这种做的, 还有这个, 旁边一个小凳子, 啊, 非常的细致, 非常的细致, 差不多应该是70块钱啊, 我说是人民币啊, 69好像是, 不贵啊, 非常值啊, 哎, 非常好看, 后来呢, 他不甘心啊, 天天嘚巴, 天天嘟嘟, 是吧, 我还要买一个, 我还要买一个, 我要看看到底是什么, 那个secret是什么, 我先去再去买一个吧, 又买了一个这个, 一打开一看啊, 是个图鲁番小美女, 也做得非常不错啊, 哎, 都挺细致, 非常的棒啊, 非常棒, 都是吹个泡泡, 还是鼻动泡, 啊, 这个, 看, 这是我们在这个, 这个戏剧幻城啊, 食物来讲啊, 食物来讲啊, 这个唯一的收获啊, 其他的东西, 没有买啊, 没有买其他的东西, 照着很多相片啊, 拍了一些视频, 还有一个, 对我这个, 精神上面的精神是这样啊, 就是这个, 一进这个戏剧幻城啊, 就听到一首歌啊, 叫《只有河南啊》啊, 这个唱歌叫富豪, 我查一下啊, 富豪, 我当时一听, 好像我以为是汪峰啊, 有点像汪峰的风格, 呃, 一查啊, 富豪是这个, 当时九十, 九十年代啊, 这个内地, 大陆啊, 比较流行的西北风的一位歌手, 富迪生啊, 富迪生和仁静的儿子啊, 呃, 唱得不错音韵啊, 这个歌从进去过两天啊, 他在轮环的轮环的播放啊, 不停的播放, 我从进去啊, 就听那首歌啊, 到第二天, 然后出来啊, 还听着那首歌啊, 就是只有河南那首歌啊, 我回家呢, 哎, 我一看, 哎, 一直在这个脑海里面绕梁几日啊, 我一看, 我也谈一下啊, 把这歌谈了一下啊, 在我的视频后面, 你说想看呢, 看一看, 还有啊, 在这个油管上面, 你想看一看这个视觉的啊, 这个视频上面的, 关于这个, 呃, 戏剧换成的一些视觉的这个, 这个, 这个clip啊, 你可以去YouTube啊, 可于油管上面, 呃, 搜索啊, 河南戏剧换成啊, 他有一个, 呃, 这个只有河南的Theme Song啊, 这个主题曲啊, 这个主题曲, 就是富豪唱的歌里面, 附着这个, 佩戴的那个视频啊, 就是里面, 这个换成里面的, 很多的大型演出的啊, 场景, 那场景, 你可以先看一看啊, 看你喜欢不喜欢啊, 然后呢, 再决定你是不是去啊, 去这个, 河南的一个西级换成,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去的时候啊, 就是我是五月中去的啊, 啊, 非常的热啊, 非常的热, 现在好像河南那边又干旱啊, 持续高温, 所以说呢, 呃, 看你啊, 看你的抗热程度, 看你的个人的情况啊, 如果你是想去不怕热的话呢, 你可以去啊, 主要是, 我可以保票啊, 打保证这个票价啊, 你花了这个三百块钱, 二百九块钱啊, 绝对值啊, 三百块钱啊, 对 больш哦, 我可以保证这个票价格, 请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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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税。 这时你把这个扯ня在汤里面都帮助 说明天那个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